大家好 我叫做黃露林 今年七歲 我今天要說的故事是 快樂的皮鞋匠 有一個皮鞋匠 他的名字叫做凱恩 他住在一個很破爛的房子裡 但是他很快樂 因為他很喜歡唱詩歌 我有耶穌真快樂快樂 有客人來他唱給他聽 有人經過他也唱詩歌給他聽 所以他很快樂 但是他的隔壁有一個大富翁 他很有錢 但他很苦惱 他不知道他的錢 該放在哪裡 放在櫃子裡嗎 這樣他 這樣會被人發現 放在枕頭下嗎 哎呀 這樣要 讓我怎麼睡覺 早上跟晚上凱恩 一直在唱詩歌 然後大富翁覺得很不高興 想要想個法子去逗逗他 隔天早上 大富翁拿著一大袋的金幣 去給凱恩 說 凱恩這些給你 你以後不要再唱詩歌了 好嗎 凱恩就說 哇 這一大袋的金幣 我用都用不完 好 凱恩就答應了富翁 從此再也不唱詩歌 隔天早上 台恩又想要唱 我用耶穌真快樂 但是他一看到那袋金幣就說 啊 我已經跟富翁 我已經跟富翁 說了 我不再唱詩歌了 他就只好停下來 但是 他 他 他很苦惱 因為呢 他不知道那些錢要用來做什麼 出去玩嗎 我一個人要去哪裡 去買東西嗎 我一個人也不能買什麼東西 放在家裡嗎 又怕被人偷 凱恩整天抱著金幣睡不著 然後 最後 凱恩他決定 不再用金錢了 因為 金錢 因為 唱詩歌勝過金錢 千百倍 然後呢 凱恩就 把 那些錢 交給富翁 以後 凱恩就可以唱詩歌了 我由耶穌爭快樂 然後 這個小鎮 就被凱恩 亮了起來 凱恩 他 將所有的小鎮 就變成快樂的小鎮 連大富翁都變成很快樂了 我的故事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